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兄 张院长这边出结果了 不是很乐观 目前 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 只能等他自己慢慢恢复 或者靠一些外部刺激 张院长建议 要带他出去转转 或者换个环境 行啊 好事 转呗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台局打个招呼是吧 不用了 你带他去就完了 要真有效果 台局还偷着乐呢 你怎么那么会省事啊 不行我跟你说 这事必须按照规矩去办 好好好 我错了 小蕾同志 行了吧 我错了 我现在就找台局去 行吗 都是主动 得供着呀 不是不止 人的事 最多的事 就更多了 的事 但是有时间 是身分不合于 我都还不等 你应该怎么做 一个人 还能够 那么小心 我都能够 在这终部 然后我太少了 你还有哪怕 要绝食 是我 我 不得他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胡闹吗 看您说的 我就专程来跟您请示 怎么是胡闹呢 熊哥亮 刚才雷现在是个病人你知道吧 他对凯撒这个学二位决的案子 有多么重要 不用我多说吧 他不好好地待在医院里头接受治疗 出去 这不是胡闹这是什么 你敢跟我排桌子了是吧 大军您误会了 我是赞同您的说法 这个张院长确实胡闹 我跟您想他一样 当年您为了凯撒这个案子 那是费尽了心思 干天雷又是凯撒这个案子的 关键的核心部分 是吧 什么这不能出一点差错 什么出去刺激刺激他的记忆啊 这什么尽快恢复 咱八年时间都倒了 还在乎这一点时间 我跟您说 就现在的医疗技术 就算他天天躺在床上 他不动 过个三年五载肯定也能恢复 不过到时候说不定您也退了 不过没关系啊 您就算是退了 我一定会继续接手这个案子 了却您的心愿 行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肯定给您占一头 先撤了 回来 熊哥凉 你谁戴的土地 您呢 我吗 行 你真是我带出来的好徒弟 师傅 您就劈了吧 任张院长真说了 适当的外界刺激 很有利于他的恢复 徒弟 你跟我说句老实话 赵院长真是这么说的 真这么说的 我觉得人家说得挺有道理的 还没联系的啊 之前带的那批货 除了被抢走的 还有一小批已经准备散了 可就在昨天夜里 又被人点了吧 人也认识了 小帅之前的点全都不能用 该断的都得断 这辛辛苦苦打黑的 说断就断了 要是让我抓住这个师伴的 我非吃这么多了吃不可 我就想啊 咱得找一个基地人 再干多少货 不管谁家的货 有多少来多少 为什么 咱得主动出击啊 他们既然不愿意露头 咱就得把它调出来 这个主意好 不过干天夜那把 你也得盯进去啊 对生安生的大麻烦 他一直住在武警医院里 身边全是警察 不好警察 这也得想要办法吧 先别着急 咱们先盘着盯着啊 我估计跟咱们做对的 如果真是凯撒的人 很有可能会去接触干天 嗯 谭小春那边怎么样了 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人 嗯 不是太好搞啊 那你就多费心了 回头我请你吃饭 我有事先挂了啊 董事 没料 滚刀肉 是吧 看我干什么 什么态度 怎么着 吹口烧犯法呀 哪条法律规定的 不犯法不犯法 吹口烧怎么能犯法呢 这上哪儿去啊 这小子要去厕所了 去厕所 来 我陪你去 干什么 警察打人了啊 我怎么会打你 你看 这监控都拍着呢 这怎么可能打你呢 我陪你去上厕所 走走走走 走走走 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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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上厕所 上吧 对对对 给你解开啊 解开 来 上不出来 那有什么上不出来的 我不跟你说了吗 这儿没摊头 你看 没摄像头 没有 行这儿 这小子上厕所 哥哥 这 救我 放心吧 真没摄像头 你看 我没骗你吧 是吗 说什么 说什么呀 夜总会呀 什么夜总会呀 我不知道 你这小子 这是干啥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回来 这没摄像头 真没有 就是让他呀 最好跟他 最信任的亲人在一起 利用那些他之前的熟悉的项目 场景啊 像生活习惯 你包括那些特有的 带有情感色彩的物品 来不断地刺激他的记忆盲点 唤醒他的记忆链条 我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他已经不适合在这儿治疗了 该怎么办 自己琢磨吗 不自己琢磨 老鼓励 谢了 你全力的旁舟 长江湖 干什么暖啊 你这找的什么破地方啊 怎么感觉导航都把我们带沟里来了 还不如找个旅行社 又省钱又省事 杨妈 你也太低了吧 现在谁还找旅行社 你要跟的旅行车不是在购物 就是在去购物的路上 我这可是精心挑选的 人少格调高 网红都去那儿 而且关键拍照特别好看 是 格调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 格调它是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它是很高级很时尚的意思 爸 刚放的歌怎么样啊 爸 后面那位先生 爸 我刚叫你呢 小诺 我还是不太习惯这个称呼 嗯 雷哥 可以吗 嗯 你个小暖 不能乱来啊 你个该怎么叫怎么叫 是吧 不能任性 没事 咱们各叫各的嘛 我以后还是叫你杨妈 那我以后 就叫你雷哥了 这样是不是舒服点 对了 对了杨妈 我那个下个月有幽露音乐节 你带我去吧 好多明星都去呢 哪那么多话 坐好 那我怎么感觉会没有一样 车一直跟着我们啊 嗯 谁啊 不知道 哇 杨妈 你快过来 爸 这小暖 你看 找的什么地方 这么热的天 光秃秃地在这晒着 这有什么好玩的 你看你看你看 这风景多好看 这门在空降房里这没进 你看这还有网红在直播呢 网红 来来来再来拍一张 你说 把后面那些草拍进去 好的 你帮我拍一下 好好好 网上举 网上举 怎么选这么的地方减车 上来了 这没往上去 你往哪儿段呢 一会儿就走了 这在干嘛 这 这 秋冲 秋冲 秋冲我管 你们是谁啊 你好 我们是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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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可以解释清楚 可以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听着 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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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人呢 我们是熊国梁支队长的 对对对 熊国梁支队长判来的 霉哥 霉梁 霉 老熊的人 是是是 霉梁 霉梁 你ここ是什么 让我们 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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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说的就应该说 你 看什么看啊 丢不丢人 车开那边去 咱们走吧 昨天晚上 咱们在龙都会所 抓捕的番茄仙人 这名叫刘奋斗 二十八岁 吴叶 还曾因吸毒 被强制戒毒两年 出来以后呢 也没干什么正经事 就靠着小偷小摸讨生活 据他交代 一个礼拜之前 有一名叫朱戈的人 找上他 让他散一批货 答应他事成之后 给他一笔钱 结果被咱们逮个正常 这个叫朱戈的是什么人 我让刘奋斗指认过了 也给他看了照片 确认就是废弃工厂的 那位死者 根据线索和犯罪嫌疑人的 口供 这个朱戈是谭小帅的人 不对吧 谭家一直放粉 很少碰冰啊 而且我们在县城 找到的全是冰毒 上面还刻有凯撒的标志 那这个朱戈 会不会为了散货 故意打出凯撒集团的旗号 应该不会 化验结果出来了 这批货中 甲基本饼案的含量 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和当年凯撒集团的冰毒 化验报告一致 谭家应该不具备这种 提传工艺 否则 他们完全可以放弃传统毒品 利润更大 如果他们真是掌握了这门 提取工艺 为什么不放弃传统毒品 改做新型毒品 放着更赚钱的买卖不做 这好像不符合犯罪逻辑啊 不过赵队 刚才您有一句话 倒是点醒我 哪句 打着凯撒的旗号散货 那你不是说不符合犯罪逻辑吗 小姨不是说了吗 毒品的化验结果显示 跟当年凯撒集团的祸 是一致的 凯撒集团的高层 不是都被炸死了吗 无论是凯撒还是谭家 这事都有蹊跷的地方 凯撒的残余势力 早就被我们抹平了 八年来 都没有过冒头的迹象 而谭家在境外 我们是鞭长莫及 但当地警方和国际刑警 从来都没有放送过 打击他们的力度 如果这次是谭家的势力 潜入了中国 我们有必要 协调国际刑警排查他们 如果是凯撒的人搞的鬼 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雄之 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如果说 这个人真是当年凯撒集团的人 那肯定是核心人物 那他折服了这么长时间 他想干什么呢 报复谭家是他的主要目标 毕竟爆炸之后 谭家占据了凯撒的空间 一下子从苟延残喘 变得再次强大 是不是跟台局汇报一下 真要是汇报的话 至少得掌握一定证据吧 凯撒的事情呢 我们慢慢摸 一点一点地捋 我们现在重要的目标 还是谭家 如果他们是铁了些 要到干多来散货的话 我们必须打叫他 建一个拔一个 就这儿了吧 是这儿吗 应该是吧 你确定 歹足人家 就这儿 环境不错呀 是不错呀 那你刚刚还那么多废话 谁知道要爬山哪 你不还健身呢吗 胖子 这很有民族特色呀 好看 好看 真好看 唉咱们 小朋友 你在这干嘛呢 小朋友 来咱那商量商量 来 买多少钱啊 不要 好吧 藍家 你这是什么 我就老朋友 叫 我要 对 第一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 千万不可以惊动警察 对你很危险 第二 这个人跟凯撒有关系 让我查出来 到底谁在跟他联络 凯撒 我很久没听过这个名字 他现在人呢 不知道 按道理来说应该死吧 可最近又听到了他的消息 你这么厉害 一定能查到他在哪儿吧 这次我要全卡了 杨妈 你把他到底怎么了 今天吃饭的时候也没说几句话 他可能是累了吧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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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 只要你愿意 杨妈陪你一起等他 杨妈 你到底喜欢我爸什么呀 喜欢得死心塌地的 这个问题 我得好好地考虑一下 再回答你 早点睡 明天起来还要玩呢 你快乐 晚安 晚安 是啊 天磊 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 那一年的我们 回撤着做警察的梦想 走到了一起 警校的生活 充实 快乐 那时我每天都期盼着 毕了夜 咱俩在一个警局里做警察 但美好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给哥哥喝一杯 给来哥哥喝一杯 你走开 你拉开你的掌声 天磊 天磊 你留下来 挺好的 天磊 还要遭寒 我不是脸吗 天磊 有事 天磊 你不得点 天磊 天磊 快点 天磊 天磊 她说你是天上耀眼的星星 她是地上微微的尘埃 她说她配不上你 以后你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我看你了 好不好玩 好玩吗 好玩 看我厉不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太厉害厉害 我给你弄一下 羊毛罐 咱们俩再去玩一次吧 可好玩了 真的吗 超级好玩 来 走 我看看 我去给你们买水 好 好 我要喝可乐 好 不能买可乐 常温的矿泉水 可乐 可乐 不行 看一下 再去玩 一共是二十 好嘞 四瓶可乐 还有一个平均茶 一共是五十 好 好 好去 你认识我 应该不认识 来 要点啥 行 多少钱 一共是四十三块 怎么这么贵啊 我这景区里面 都这个价 我这摊位费 水电费还有人工费 哪都要钱 你贤贵你别喝 什么态度啊 是做生意的人吗 不是不是 景区都这样 就这个价儿 来 没零钱找 这个 扫码 怎么扫 他手机扫 手机扫 手机扫 行吗 行吗 你这是成型捣蛋是吧 你赶紧走 我不慢了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成型捣蛋是吧 你是做生意的人啊 你别当我生意的人 你别当我生意的人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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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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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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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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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四十三是吧 对 好 我请 这毛病啊 那个 大哥 来 你们要矿泉水了 看哪个 好 这 钱给你 八块 有得找吗 好 给 这 这 三块钱 算了 行 谢谢啊 不客气 可能是吧 八块 进 他俊 有个事 我总觉得有点欠妥 想跟您商量商量 商量 说吧 小蕾申请把甘天雷 接他家去住 我觉得吧 这个家里肯定是比 病房要安心 有利于他的恢复 小暖他们爷俩呢 也正好借这次机会 好好修复一下关系 好事啊 这事不同吗 这可是小蕾自个儿的家呀 不是咱花钱租的公寓啊 他们这孤男寡女的 进进出出 您觉得方便吗 你抱着个醋坛子 在那儿晃来晃去干什么 你看这点出息 你要是不放心 你每天都往他家里 跑连趟不就完了吗 行吧 我知道了 这是有了新人忘救人哪 我把谁给忘了 跟你有啥关系 把门给我带上 把门给我带上 马蕊 刚才雷这几天要住到 杨小蕾家里去 你找个合适的位置 扎个点儿 密切坚持 站起来 你干吗呀 只要你站就站啊 你干吗 怎么了 先生 来 来吧 让你吓我 让你吓我 你要不要召唤坑口啊 要 这一定要拍给你 来来来来 前进 三点轴方向 三点轴方向 好 九点轴方向 九点轴方向 好 完美 山上半夜冷 别着凉了 你跟踪我 我跟踪你 娄才 说实话 你可能没我有钱 骇鸣 我一个瘸子 我打不过你 我住这儿 睡不着就坐会儿吧 我 好 你说 夜里仇淹的危害 是白天的三倍 我一个兄弟告诉我的 对了 对了 三块钱 算了吧 别盯着看了 没错 是三块 我能看一眼吗 我能看一眼吗 这个 这么大的 很少见 一个朋友 既存在我这儿的 我想 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工作还是旅游 我 我 写生 你是画家 写故事 编剧 拍电影 没接触过吧 平时喜欢看电影吗 最近 看了英雄本色 是 好啊 能跟我说说 最喜欢哪个角色吗 当警察的弟弟 为什么 是个汉子 太感人了 雷哥 你喜欢谁 当然是小马哥 忠肝义胆 为兄弟两肋插刀 对 来 为兄弟两肋插刀 对 好 等我有了钱 我也拍电影 也拍这种 你以后是编剧我觉得 有意思 你看过吗 我不喜欢看 这种类型的片子 为什么 我是觉得千篇一律 都是警察赢 坏人输 没意思 那还能颠倒黑白 我是觉得奇怪 你这么年轻 怎么会喜欢看 这么老的片子呢 其实我不年轻 咱们差不多 马力 你看到我办法吗 对对对 雷哥 小短喊你下来玩游戏 你在哪儿呢 像 像 其实我都不确定 她是不是我闺女 她是你闺女 对 长得多像啊 只是她的个性更外相一些 你更闷一些 你们编剧是不是都喜欢胡说八道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又犯了职业病了 我们这些编剧啊 就喜欢胡思乱想 胡说八道 比方说啊 像她这样一个女孩 看起来性格非常外相啊 但也有可能 她心思沉 内心敏感 而像你这样 外表很闷 但是实际上 在这儿 锁了一只小野兽 只是 你暂时找不到 打开她的钥匙 你不像变局 我像什么 像算命的 李云呢 李云呢 醒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歇着吧 咱们有缘再见 咱们有缘再见 我昨天看卷宗的时候 发现有一点蹊跷 凯撒军内外两边走 能人那么多 当年如日中天 而且老凯撒 是一个又谨慎 又狡猾的老婆 干天雷在那儿也就十年 怎么突然被弄见了 长老慧呢 那可是凯撒的核心技能 凭干天雷立的那些功 确实进不了长老慧 不 你别忘了 他差点搞垮了谭家 那一个谭家 有这么大能量 当年谭家 是凯撒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 两家争地盘抢生意 掐得非常凶 零六年 干天雷正式和警方合作 射套将谭家引入了包围圈 这才击毙了谭家的家主 零六年以后 谭家就扛不动凯撒集团了 谭家跟凯撒集团不同 他们是一个家族 父亲带儿子 叔叔带侄子 都是一家人 所以家主死了之后 谭家上下乱成一锅粥 分家的分家 改行的改行 对 你也太厉害了 你这都是在哪儿调查的 捐宗上可没写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干咱们这行的 捐宗上有的要了解 捐宗上没有的 更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 俩都学着点 好累 小蕾 刚出完任务 很累 有点想你 小蕾 一切顺利吗 嗯 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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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哥几个不行了啊 那个那个那个 我这边出事的时候 我刚才是时候 把我们家老大电话给挂了 所以说你玩得烂吧 这个老大那么不放心你啊 还给你打电话 你们傻呀 不是游戏里边的老大 是我老大真老大 我工作上的老大 行行不跟你们出来 我再给你退出去了 我再给他们打个电话 回个电话去 喂 头儿 马烈 马上带他们回来 立刻 什么情况呀 大半夜得把人叫起来 废话就是废话 天大的通不着眼 睡觉吧 马烈 上车 后面 后面 说好度假的呢 下去 下次带你啊 给我开门 吃吃吃看 都放你车上嘛 神经